18. 明報 電召客貨車載人車費平的士25% 2015年7月13日要問A02市達直擊記者亦以乘客身份使用 預報應用程式電召車輛三次,當中包括在未有大貨下乘坐客貨車及轎車 三輛汽車均活有在車頭擋風玻璃顯示出租汽車許可證,有司機在交談事不諱言 因在行車過程中不涉現金交易,你和我無任何瓜葛,只不過我免費為你服務,認為是在走法律了 另有司機稱,有律師在電視節目中指,一條鑰匙一支水都可以當是貨 首次使用手程免費三次試特包括上週三重幸花 H港鐵站外電召客貨車至中環 從澳海城電召客貨車京通隧道柴灣 以及上週四從西環電召橋車到行花H 車資分別為67元、151元及152元 以車資而言,如搭的士由幸花H到中環約九十元,故車資尚約便宜百分之二十五 不過,由於Uber司機指記者首次使用Uber 主動提供優惠碼工記者在應用程式中輸入,令首次車資全面 每日連踩十小時一週可賺過萬在三次車程中 三名司機均承認就車資方面和Uber八二分賬 司機分到八成,並提供不同形式補貼獎金養屬班司機 有司機說,Uber逢週一截數,週三向他們付款 該司機只肯做者單時透過Uber接客,每週可賺取六千至七千元 另有司機指部分司機每日連踩十至十二小時,每週更可賺取過萬元 記者沒帶貨司機,一條鎖匙都可以在本部記者使用Uber應用程式召喚車輛 司機均會致電乘客確認為止,在兩次電汽客貨車的過程中 司機在電話中並無詢問乘客是否有帶貨 記者想車時司機亦沒有阻止,記者在營談間談及自己沒有帶貨 有一客貨車司機則回應,電視訪問過一位律師 個律師說一條鎖匙都可以在貨 我緊急跨欄門鎖 人得唔得先? 我緊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